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本科生毕业展 藏好今晚的月亮6月2日 在中大文物馆开幕 35名本科毕业生的毕业作品在展览中展出 其中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本科毕业生程渝化 和硕士毕业生徐浩林 是今次刘世明艺术奖学金的获得者 从小因钟情画画而走上艺术之路的程渝化告诉记者 雕塑的美感和变化让他痴迷不已 他说 中国雕塑艺术家刘世明作品中的力量 也一直影响着他 我就透过刘世明的作品 感受到一股力量和信念 都令到我都想成为一些类似这样的雕塑家 想将一些雕塑或者是立体的媒介发扬光大 那么我拿到这笔组合金之后 我就会期望将这一笔钱 会用回在我的艺术创作上面 对我之后继续创作 一些大型雕塑是有信心和有更加多的帮助的 未来都会想继续创造一些同日常生活 或者可以联系到一些不同人的身体经验 或者一些加强一些感官上的体验 令到一般的人都可以很容易感受到 一个立体作品不是特别难明白 或者去通常能够得到力量 而去用心去感受一些作品的 聚焦女性议题的徐浩林 作品一波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赏 对她来说 艺术是疏离自己 应照自身的媒介 可能艺术它不可以真的改变到这个世界 或者社会的什么东西 但是它对我来说是 去爬梭一些我自己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糾结的部分 去抒发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而我选择了用艺术这个媒介 去讲一些故事 我会之后继续做一些moving image的作品 那个题材都会是可能围绕性别的议题 一些情感政治身体等等 刘世明艺术基金会 是在海外首个 以中国已故艺术家命名的非盈利机构 基金会旨在研究和展示 中国雕塑艺术家刘世明的雕塑艺术 并推动艺术 历史和文化的进步 在研究中心中心理科学 也认为他们要做一些工业的工业 但他们要做的工业 对他们要做工业 对他们要做工业 在研究中心理科学 是要做工业的工业 在研究中心理科学 和能力建立的工业 在研究中心理科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